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那您是如何看待30岁的复活100万中金圈子 就感觉他财富什么的都拥有了 然后可能缺个孩子很正常吗 炒作吧 如果你真的是想要一个孩子的话也可以去领养啊 说不定是诈骗或者是其他之类的东西 既然说复活了那肯定是吧 要不就是没有子女就是想继承他的遗产 然后花100万觉得对他来说应该是个小数目 求子应该很正常 这个嘛就是在那种新闻上啊什么小到小见看的比较多 感觉就是比较假骗人的 一般如果真的就是复活真的有那么多钱的话 应该不会花那么多钱去就是找一个普通的人去为了自己生孩子 我觉得炒作吧很重要的炒作 他真要求子了 就不需要这样花100万都能求到子 应该是个炒作我觉得 就是感觉30岁的他就是就是什么都有的 就是事业爱情都有的但是就是没有孩子 等到就是30岁的时候他非常就是很长久想要孩子 但是当时生不出来但是他愿意花很多重金去需要孩子 因为那时候就觉得孩子是最重要的吧 1 2 3 3 4 1 2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